鄧小平先生在1982年以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主持了香港的回歸 用和平的方式 你忘記了殺了這麼多學生 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 你忘記了他在六四的時候是下令開場 一個屠殺市民的學生的一個領袖是可以拿和平獎的 我現在在說1978年 你是什麼價值觀念 我給你機會給唐英年說一說 你想舉手是否想平反六四 我講了1978年和1982年的時候 你那時候是2000年的時候 你叫他拿和平獎的時候 唐英年說一說 你好像這麼急,你是否想平反六四 我是說 我是說 不是,我是說 何俊仁,我是說梁振英 你不是想平反六四 我沒有興趣你說梁振英 你不是想平反六四 我想有興趣這件事 是否贊成他們平反六四 是,還是不是 所有香港人對六四都是有感受 就是平反,一起 所以